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却有民众一路低头滑手机 完全没注意灯号 大脚一跨撞上轿车 还有驾驶骑着电动自行车 同样开车不看路 两眼直钉手机萤幕 猛力撞上前方铁杆 甚至更有民众滑到忘我 就这样站在马路中央 汽车根本煞不住 当场把人撞飞 为了纠正斑马线低头现象 中国浙江人大常委会 近日通过法案 针对过马路看手机行为 进行规范 违规者处以警告 或人民币10元罚款 而河南去年底 也推出相关法案 只要行人低头玩手机过马路 最高可罚200元人民币 折合台币约900块 2018年12月 广东中山一位行人 因走路时低头看手机 而闯红灯 引发交通事故 致人死亡 被判处缓刑 由于过去法律 指明文规定 驾驶不得使用手机 这次多地立法 增加了行人穿越路口道路 不持手持电子设备的规定 有人认为不能自律 就该罚款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 政府管太宽 为了钱而巧立名目